他是陈丽莎的老公 郭小冬 我饿了 快去给我买个外卖 你平时真是这样 不是让我当初吗 那我现在就是饿了 郭小冬一定会去给我买外卖 那我就把你当我黄上衣是吧 你饿了自己弄钱 我还饿呢 你不是宠媳妇的吗 我这是对她的宠 我要培养她的动手能力 平时小冬拍戏 我都是一个人特别独立的 好容易跟她见个面 那还不能宠我一下 快去买外卖 我饿了 我都翻白眼了 你不哄我吗 为什么哄你 你冷静一会儿就好了 我冷静一会儿 我冷静不了 我只会火更大 如果要是冬哥在这儿 一定是哄他 冬哥一定看不见 看你翻白眼了吗 冬哥是这样的 看不到 冬哥 冬哥是不解风情 沙姐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怀 她是希望生活中 有惊喜有浪漫 有惊吓 对 郭晓冬是不解风情 但是我就是喜欢他这样不解风情 所以我不断地有风情 你真的要有天天都有风情 这个男人天天解你 就没意思了 像我们这样 你会儿盖不到对方的点 那才是真的 高手叫过招呢 你觉得呢 其实郭晓冬真的对我挺好的 是 很难得 就是我一直在作 然后显得好像 我这么觉得 沙姐 你其实不应该把自己定性在这个 你也不能说呀 都是个高意思好吗 其实呢 我说实话 你说圣一 大大咧咧的 我们还盼着他作一点 我们两个互相 因为你太作了 你太不能作 不是啊 到目前我们俩没有发生 发现集中的矛盾点 你比如说你吵着 你别吵了 你像个大猫猫 你像个大猫猫 我说你像 你像 咱俩照镜子看看谁像 一看 说我像 结束了 真的是这样 每次都是 就是圣一呢 是小孩 你是小女孩 你所要求的 女孩的一种浪漫 她是小孩 就是五花八门 我刚刚肚子咕噜咕噜咕噜 阿姨也饿了 真的真的 你快去买了吧 你再咱俩一块去 我不行 我是奔心的 我不会去买饭的 我绝对不会去 你这样 你体验天 我体验不了 劳动最光荣 我不行 劳动会给你带来乐 那绝对不可以 要你俩做我去 我去 我去 阿姨 阿姨 我去 那你这样 我再争取你一次 你真不跟我去 再见 再见 那阿姨你坐着 其实刚刚我就是为了 逗逗这个杀杀 那我就去弄点饭 你吃什么 有什么忌口没有 没有 什么没有 随意 我只吃好吃的 那你们先聊着 好的 好 谢谢 好